我們看到最旁邊的這一台 配色我很喜歡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些都是有ABS 日常通勤好用 可是外型上其實也都還蠻時尚有型的 你有小鋼泡 我有高色泡 你看小萊姆 我來介紹一下 因為三秒有新車 但是我沒有介紹是最新的 我為什麼會推薦這一台 其實這一台在2017就上過我們節目 但我會提這一台就是一次偶然的機會 我跟三陽借了一台車 然後去跑這個利寶賽道 所以我有用這一款去跑過利寶的賽道 那我今天會特別推薦他就是 對你交給他來殺 那他的殺的這個TEMPO啊 跟這距離也不會非常遠 我覺得控制的非常棒 那這台車呢 就是他是一個針對運動性來設計的 所以他在這個骨架的部分 看不到部分 這個骨架的部分他有補強 所以他的抗扭區啊那些表現都很好 在賽道部分可以得到印證 那還有一個重點 年輕人朋友喜歡騎快 我講的快不是說指急速上面多快 我比如說這一個彎道 適合40 50過 還有60 70過 對那這種情形 他會覺得我還好啊 但其實都是超過那個彎速 對這個情形會發生什麼 你就會車子轉的特別斜 然後就去頂到 這邊頂到的時候 怎麼樣你就翻了 可是這台車是同級車裡面最大的傾角 他可以承受到45度角 就不容易去頂到不容易去翻 那有ABS的加持再來天生上面 他這個骨架也好 還有傾角的設計也好 又有這方面的一個助力 我覺得在年輕朋友 有時候你真的喜歡 趕時間或怎麼樣的 這台車能夠提供這方面比較大的保障 就是在主被動的部分 我覺得他都兼具到了 所以我推薦這台車 那這台車的這個價格的部分 大概還算合理啦 8萬6000 也沒有到9萬以上 如果是其他的 這個三葉車子可能就到9萬多 然後他的動力輸出的部分 12P輸出是很線性的 因為我比較過幾款同級車 輸出曲線大概都是這樣弧形的